神君 風水? Sanine要羅庚嗎? 好說什麼就是什麼 做神君就是這樣 你老公有沒有出去搞機? 我開支掛抽牌就會知道 Hello,大家好 又回來我們神君二做這個節目 Alex,我聽你說 你最近有個個案挺有趣的 是的,我昨天前兩天 有個客人昨天來問我 問姻緣 問姻緣一年聽一百幾十次的問題 又是問我什麼時候有真名天子 我心想要不要這麼沉 十個有九個都問是否有真名天子 是的,其實我周不時都會遇到同一個 是的,因為大佬問你問他都這樣問 是的,其實我們做這行 無論是占卜也好 或者好像是你這樣看盤也好 經常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沒錯 不論男女都會問 我的真名天子什麼時候才來呢 對 或者是我今年會不會遇到我的真名天子 對 但是有一件事我自己就覺得很tricky的 因為真名天子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那今天我們就講真名天子了 是的,好嗎 因為每個人 可能你心目中的真名天子 和我心目中的真名天子又會不同 當然,大哥 你喜歡和我喜歡的怎麼會一樣呢 但是在你眼中 你覺得如果客人走來問你 我真名天子什麼時候到呢 那你的角度是怎樣看呢 對於真名天子 那通常我就會第一件事問回她 其實你自己心目中 什麼叫做真名天子呢 是拍到拖 但是結不到婚算不算呢 那如果拍到拖 又結到 即是又結了婚了 三埋仔帶離婚 那又算不算呢 那如果拍到拖 結到婚 三埋仔 和你一起到老 但是原來外面有依賴 那又算不算呢 所以其實我會 之後也會解釋給客人聽 其實真名天子只是一個 Terms 或者叫做大家一個 在幻想裡面 或者在腦海裡面 一個很美好的形容詞 那不如你直接告訴我 其實你是想問 今年會不會有因緣 還是你心目中有一個特定的對象 你想知道接下來 譬如這兩三年 和她之間的感情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實際 你問我也是一樣的 我都會 老實你問我 真名天子 如果有很多特別女生 沒有性別其事 他們都會覺得 真名天子是一個 可能全方位的 所有東西都符合她的 最高標準 完美情人 對 對 對 你問這種人存不存在 我老實說 我就是不相信的 對 對 但是反過來 我會問他們 究竟在一段感情裡面 你會想要些什麼 大哥 你做人 你不會那麼貪心 我自己歸納了 不是的 現在 香港也不論男女 都是什麼都想要的 老實說 就是要開個盤 看看 你也要知道自己有沒有 所以我都會問 究竟你究竟在這段感情 你會想要些什麼呢 通常我自己歸納 這幾年算命 都是不外乎三樣 哪三樣呢 第一樣就是他們會要那個物質 嗯 第二樣就是追求那個感情 嗯 第三個就是那個穩定 物質很簡單 我可能這個 這條仔或者這條女兒有沒有錢 都很符合我們香港現在這個 課金給我 有沒有樓 是不是 那第二就是感情 我愛她 她愛不愛我呢 我愛不愛她呢 那這個其實很基本的感情 是啊 第三就是穩定 有些女孩子可能看結婚 上一年紀 看可不可以一分道路 或者這個可不可以跟她走下去啊 那幫我去扶這三樣東西 嗯 所以通常來問我 師傅師傅 有沒有真命天之 我都是會反問他們 你想要些什麼 嗯 我再幫你 由你的命盤裡面去看 究竟你的命 有沒有機會拿到這些東西 嗯 那有些盤可能他本身分音不穩的 那都不要問穩定 如果你想要穩定 你的盤沒有 那要麼你就放棄你的需求 要麼你就要給很大的代價 犧牲然後去獲得這件事 那我就再跟他們說 你要怎樣犧牲 嗯 那看他們自己 聽完之後 他們自己肯不肯 嗯 所以你問我 真命天子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會覺得叫做一個偽命題 與其你問真命天子 倒不如你問究竟有沒有一個 我心儀的對象出現 那我會容易一點 對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 就算真的出現了一個這樣的人也好 就是很符合你自己各方面的要求也好 或者又跟你很合適 其實就是大家在相處這段過程裡面 譬如我當由三十歲 去到八十歲 大家叫做白頭到老 是啊 那其實就是無論是現實生活上 一定會有磨擦 或者叫做我們在術素原學那方面 嗯 其實大家走到某一些的位置 某一些的運 都會特別容易 可能有一些隱憂 嗯 或者是一些可能大家特別躁的 嗯 那些時期 一定有 那所以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起去到老 那一步呢 都要靠雙方共同努力 才可以一起去建立到這件事 一定會的 在算命角度 就是我會說 就是在算命的世界 法治 我們說每十年會有一個大運 是 就是說你人生每十年就是一個階段 嗯 那你可能現階段這個十年 跟下一個十年是不一樣的 嗯 那這個十年 可能跟你跟A先生夾了 大家很夾的 但是下一個十年 他又會變 嗯 你又會變 那到時大家還是不是這麼夾呢 這個是不知道的嘛 是的 那所以我會說 你就算這一刻夾也好 不代表永遠 你一定將來會遇到不同的階段 你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嗯 那所以我覺得我的責任 或者一個算命 算命佬的責任 就是跟他說 你會遇到些什麼問題 嗯 然後你要提前做好準備 他聽到 這一樣東西我是非常之不同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 嗯 其實每個人 他自己的八字本裡面 都會看到 多不多桃花 是啊 其實代不代表桃花好 就代表他那個恩緣 即他這一生的恩緣都會比較順長 可不可以這樣想 是否這樣看呢 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其實很多人 他們會混亂了 嗯 這個叫做恩緣和桃花 嗯 兩樣東西來的 嗯 在玄學的角度 我們說桃花很簡單的 嗯 桃花就叫做人緣 嗯 是的 桃花就叫做人緣 很多人會問 喂 那我桃花好了 很簡單 你人緣好 那你自不然人緣 包括同性異性 那你的異性緣相對地會好 嗯嗯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 有些行業是需要桃花 嗯 是的 例如可能你做一些行業是娛樂圈的 嗯 或者好像我們這些要對客的 嗯 做銷售的 那這些你說要桃花呢 你沒有人緣 你怎麼去跟人溝通 怎麼去見客呢 其實桃花都是代表人緣 是的 其實都是有利一些可能對人的工作 是的 沒錯 那我想問 譬如剛才你所說 都是譬如一些叫可能銷售 銷售 或者是叫好像我們這樣對人對人要面對面聊天 嗯 那其實會不會 譬如有些做一些管治工作的人來講呢 那如果她桃花好和桃花不好 其實會不會有影響呢 因為她都是管人 但她又不是直接對客 就是那類人 其實桃花相對地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你管人而已 你管人 那你是她常給她的一條廳來說 你可以大石窄死蟹的嘛 那有些人不走桃花路線 那她就是走撇管路線 咦 那下面那些人會爭她而已 那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呢 她是完全沒有桃花 她下不威權 就是全世界都爭她不得了的 但是她仍然可以保持著做那個管理 就是管治階層 是的 如果我們看選命很簡單 你知道命有權的 那你只能坐到那個位子 嗯 那你用到那個權的 那你說話就有人聽 嗯 那別人聽你說話不一定要喜歡你的 她可以背後打你小癮都可以的 是 所以這件事 就是當權者她是不需要有桃花的 嗯 她有可以叫做得下屬佣大 嗯 是個bonus 沒有也都不影響 但是要反過來 你真的去見客的 可能你做保險 喂 你沒有桃花的 大哥 你去找個客人都不願意跟你說 那你怎麼開單呢 那我又想問了 桃花呢 都有真和假的 就是我經常都聽到人說 譬如說 其實都不一定看盤 譬如我們開掛呢 有時候都會見到個客人來問 今年會不會有姻緣 但其實都會見到她 是會有機會認識異性 甚至拍拖 但也都會見到很快就會散 根本是大家 對方是想要一些利益的東西 嗯 或者對方 甚至乎她是同一時間 會是approach幾個異性 自己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就是都會有這些 那其實 就是我們就會稱為爛桃花 這些 是不是 有很多 桃花都有分爭的 那八字那裡又是可以怎樣 當然有 或者我們說 叫姻緣 很多人有真桃花 有假桃花 有爛桃花 有好的桃花 就是同樣地一個人過來 他都可以有千萬種不同的變化 當然這些全部 看八字都可以看到的 那有時候可能我們那些人會說 叫做假桃花是什麼呢 可能突然間有個男人 有個女人 或者有個異性走過來 拉你一下 這樣 大家開心 開心又好 哦 one night stand 你可以有個 你可以one night stand 就是大家可以 one night stand 也可以 one night stand 也可以 那些算不算 那些算不算桃花 當然算 當然算 冒水桃花 只不過桃花 最後的長短 有些人有桃花 他保值期內的 一年半載 有些人短的 一晚兩晚 就這樣了 是不是 是啊 那我想 因為說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我以前認識 有個女生 她就很喜歡 跟不同的異性 做朋友 那其實這些算不算是桃花呢 算 絕對算 即她要不停地換 換對象 那無所謂的 算 都算是桃花 算對算 即不算是正桃花 其實這些 是嗎 應該反過來我們會說 我們說桃花 這個衍生到正桃不正 這個可以 等一下再說 但是我們說 只不過她的桃花很短暫 即她不斷地有新的 不斷地有新的桃花 有些例子 是不是 她每一次拍拖 可能一個多兩個月 可能連續五年來 她都沒有停過 即摺著落 對 無縫膠摺 加上問她拍幾次 她自己手指都爽不完 有的 但有人在 那她這些桃花多不多 說的量絕對多 只不過她覺得質量不好 質量不好 可能不好就她自己先 她會問 師傅我何時不來爛桃花 我心想 你自己要分手的 幾個月你自己分一個 幾個月你分一個 那你問我何時不來爛桃花 那這就是她自己的選擇 那如果呢 現在不是有個terms叫執私的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 你真是當我智障 你在難貴方門口那些 你不是智障 你私聞 你連什麼都不答 你真是當我低B 門口那些 我知道 那那些算不算 那些是非自願的 那些是非自願的 我們說的桃花很簡單 嗯 你真是有一個隱蔽 你是自願跟她在一起 我理得你 嗯 是因為感情啊 嗯 還是因為她把水給你 嗯 我不理 但總之在這個行為之下 哦 付錢那些也算 算 絕對算 我們說呢 真的說那些職業男性 或者職業女性 是是是是 他們的命本都有得看的 嗯 那在古書呢 他們會叫做什麼 相關相盡 嗯 就是他們有些terms形容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說 不是說八字 是是是是 但是有這種人的 那這些是不是桃花 是 但只不過她每一段桃花很零碎 碎到怎樣呢 一晚兩晚而已 所以就是這樣回應了她 是啊 就是這樣 是啊 那她那個恩人就是一晚 是啊 一夜夫妻 八二元 就這麼簡單 哦 那未必八二元加兩萬二元 是啊 就是這樣而已 一樣有的 那反過來 你剛才說 正桃花和偏桃花呢 會這樣說的 嗯 我們說在八字上面 嗯 一般說我們說正星有偏星 所以會有正桃花 有偏桃花 那正桃花 一般我們會說是 正正經經來是想跟你拍拖過人世的 嗯 就是她那個感情很正路 想跟你建立感情 結婚 生孩子 所有的flow都很正常的 嗯 那另外一種我們叫做偏桃花 偏桃花是什麼呢 她來到她不是為這些的 嗯 她可能為跟你開心的 嗯 哈哈跳的 嗯 或者有些可能純粹是來真的叫做大家玩玩一下的 嗯 just for fun的 嗯 那這些我們會叫偏桃花 嗯 有些名本她全部都是走偏桃花的 嗯 就是你問她有個真的有個 有個女人過來跟你說結婚了 她會馬上彈走的 你問女人也是的 她可能找到都是這些playplay的 嗯 嗯 突然間你有個正正經經 正常跟她說不如我們籌備家庭 嗯 她會馬上分手的 有啊 我也見過有 真的有這些人 是啊有的 她的命不是走這件事嘛 那這就是正片 那我又想問了 其實會不會有些人呢 她的八字是偏桃花蟲 但是 因為以我的認知 就是其實你自己個人的性格呢 會反映在譬如紫微斗素盆 那八字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懂的 嗯 那可能會反映在紫微斗素盆 那其實八字盆都會的 就是她個人的性格 那但是會不會有些情況呢 是她本身那個八字是比較偏桃花蟲 但是其實她的人去到某個時期 就可能會想有一個正常 可能有一個家庭 你想說她玩了半世 突然去到某個時期她想結婚 是的 那有沒有補救呢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的話 有 兩種吧 第一種我們會說 她本身的命是走偏桃花的 她一直玩了半世人 那可能去到某一個運 她的偏桃花被人合走了 拿走了 或者她突然走過正桃花 那那一刻她就想 那十年她就想 那甚至乎可能這個運 二十年她連續兩處都是走同一樣東西的 那可能那二十年她說浪子收心想定下來 然後過了二十年她又想出去偷跳 哦明白了 這些叫做階段性 階段性 階段性 是一樣的 你原本成世人很好先生的 那二十年突然來個偏桃花給你的 那你抵受不住誘惑 你會覺得十年白了 你會出去偷跳 然後看你很幸運 或者可能變成會拋妻棄子 拋妻子 這個就另計 但起碼你會有一個人有線 你突然間 婚姻是兩個人的事 突然多了第三者 即不想你家裡的東西突然間 即可能精神就會放在外面的地方 是的 她會外攀 她會想想外面 覺得家裡不是一個好地方 是時候出去狩獵牌了 那來到這個時候呢 所以我們差不多這一節就完了 那不如我們下一節呢 回來跟觀眾說一下 譬如說 如果你的八字裡面是有 譬如有爛桃花 或者偏桃花 譬如你想補救 譬如有什麼方法 我們不如教一下觀眾 可以呀 深入一點說 看看大家對得這麼興趣 那我們回來第二節再見 好 待會見